今天是雨量偏小 全台面临着缺水危机 而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就掌握难得的降雨机会 上午呢 是在增稳水库跟贾仙宴进行人工增雨 随后也降下了雨水 累积的雨量已经达到了12.8毫米 是这个闪电台风来袭的10倍 雨量算不多 但是不无小补 南水局也希望可以再次催化降雨云系 向老天多要些水 台南增稳水库启动人工增雨 另外高雄贾仙宴也同步进行人工增雨 面对四十年来降雨最少的一年 全台水情拉警报 使利署南水局11月9号掌握难得降雨的机会 在增稳水库以及贾仙宴 分别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随后也降下了雨水 其实在闪电台风解除路上警报当天 南水局也启动人工增雨 这次施放厌济增雨三个小时累积雨量达十二点八毫米 而闪电台风来袭时增稳水库累积雨量才一点一毫米 所以这一次累积雨量多了十倍 南水局表示如果接下来几天水气足够 会再次催化降雨云系向老天爷多摇一些水 根据台湾水库的起始水勤资料 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是百分之四十八点七 海市亮橘灯 中部明德水库更是亮红灯 蓄水率只有百分之十九点二 南部增稳水库也是橘灯 蓄水率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北中南几大水库的蓄水率仍旧不乐观 民众还是要节约用水一起来度过这缺水危机 华时新闻刘海生邹君平 许文南台南报道